国队全层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 灭灭的 民众的威胁 保全村子 不杀国务 全是网上街人 人民日报刊出社论 标题是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 内容杀气腾腾 指责极少数人 打正民主的旗号 破坏民主法治 目的需要搞散人心 扰乱全国 破坏安定 安解了局面 定位学潮是一场有机化的阳谋 要从根本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6月4号凌晨4点钟的时候 那是天安门广场最恐怖的时候 因为当时天安门广场 所有的灯光突然熄灭 突然熄灭了 所以整个天安门广场就陷入一片漆黑 本来是还有很多声音 学生当中有很多声音 这时候突然鸦雀无声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恐怖的时刻来临了 最后的时刻来临了 所以当时大家就一起唱国际歌 非常悲传地唱 当然都唱得热烈盐化 此生交官时刻 副总指挥 公从德以现场口头表决方式宣布撤离 从6月4号凌晨一点半 解放军部队包围天安门广场 到凌晨5点半学生撤离 历时四个小时的清场结束 The noise of gunfire rose from all over the center of Peking It was unremitting On the streets leading down to the main road to Tiananmen Square Furious people stared in disbelief at the glow in the sky Listening to the sound of shots Heading down the road was a hazardous business But hundreds of people cheered As buses were set alight And army trucks caught fire too They yelled and shouted And then as troop lorries were seen moving down the road There was gunfire from those lorries 这场血腥镇压 国外媒体曾报导死了2800人 但中国国务院对外宣称 居民死亡人数近300人 解放军更多5000多人受伤 六四毕竟死了那么多人 而且不是天灾死的 是被共产党的枪刺刀坦克 那么这个性质是极其恶劣 极极其严重 那些死者的亡灵 现在并没有得到安慰 六四问题的历史 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